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琪 我去做了飾管嬰兒 一定會有人好奇我們的心得 還有為什麼想做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要聊可以聊得非常久 因為現代人晚婚晚育是常態嘛 所以我們今天會講 到底是不是該動卵 什麼時候知道自己該去動 動卵跟飾管嬰兒應該要注意什麼 台灣跟美國有沒有什麼差異 首先呢,不怨夫妻的比例 比大家想像的還要高 根據WHO的統計 大概是每六對夫妻之中就有一對 台灣呢,是每七對之中就有一對 大概佔15% 而且流產率其實非常高 每一次懷孕的流產率大概有30-50% 所以比例非常的高 所以面對流產跟不孕的人非常多 但通常大家都是報喜不報憂嘛 可能不會去討論這麼私密的事情 那不孕的原因有很多 比方前面講的晚婚晚育 但很多人都以為是女生的問題 其實真的是不一定 不孕的夫妻裡面 通常男女的原因各佔40% 剩下20%呢,是所謂 就是不知道原因 其實我跟常境人應該是屬於這個 就是我們兩個身體檢查 都是完全正常的 但就是沒有辦法自然的懷上 另外根據衛報的報導 現代男性的精子量 大概只有爺爺的一半 原因可能是 現代人壓力大工時常 加上生活中有非常多化學物質 塑膠容器這些 影響到我們的荷爾蒙跟生殖力 至於女生晚婚的確是一個因素 超過35歲之後 不孕的比例會大幅增加 不過其實現代女生 卵子早摔不罕見 很多人28歲左右就完全沒有卵了 推測的原因呢 跟化學物質的影響也有關係 除了塑膠之外 我們常提到的PFAS 是已知會降低女性生育率的 再加上壓力大 生活作息差 久做沒有運動 血液循環不良 長期減肥營養不好的 還有遺傳 都可能是導致卵子爪摔的原因 這又是為什麼很多醫生呼籲啊 夫妻如果嘗試半年以上 沒有成功懷孕 真的應該要尋求生殖醫學的幫助 因為自然懷孕的機率 沒有你想像中的高 每一個月自然懷孕的成功率 大概只有20% 如果一直嘗試沒有結果 真的是可以看一下醫生 不過喔 這個台灣跟美國的態度差很多啦 台灣的醫生很喜歡說 你33歲再不努力 你就要生不出來了 你趕快趕快 科學上來說可能是事實 但美國的醫生就非常的chill 我們剛開始看醫生的時候 美國醫生都會說 你試個三年啊 沒有結果再來找我 不用那麼急啦 你才33歲好年輕啊 他們好像真的是覺得 大概到37、8歲你再來煩惱 40歲以上才真的需要憂慮 其他都可以靠錢解決 雖然我覺得好像是 他是希望你拖久一點 這樣子之後會更困難 他可以多賺好幾波 有可能喔 因為年紀越大 做試管癮程就需要越多次 雖然這是很個人選擇 但是要有心理準備 如果年紀越大才尋求幫助呢 要花的錢更多 受的苦難通常也越多 那動卵跟試管嬰兒的步驟其實非常像 只是差最後我們有植入而已 所以這兩個我們是一起講的 所以到底要怎麼知道 自己需不需要動卵呢 眼AMH 這個很簡單啊 抽血就可以耶 你隨便找一個婦產科就可以 AMH呢 可以理解為你身體裡面的濾泡發出的訊息荷爾蒙 所以AMH越高 代表體內的卵子圓得上越多 女生剛出生的時候 體內大概會有100到200萬顆卵 但是你一輩子只會排出大概400顆成熟的卵 剩下的都被你身體自然吸收掉 如果你壓力大 生活做期不正常 就會吸收的更多 把卵子消耗完 這真的沒用了 如果你AMH驗出來 大概是2到5 代表身體機能正常 你應該還有兩三年可以不用煩惱 但如果低於2 就代表生殖力下降 最好開始考慮動卵 如果低於1的話 就是no or never 低於1的數字 代表你要動卵的話 可能也要抽個3、4次 才能抽到足夠的卵子 所以提早檢查真的很重要 不過AMH這個數值 並不是越高越好 如果數值超過5 可能有多囊性卵巢的問題 最好另外檢查 因為這樣雖然有卵子 但是卵子的質量會不好 除了驗AMH之外 如果你有月經週期變短 月經天數變少 都要提早去檢查 因為這是卵巢衰敗的現象之一 因為AMH的數值 原則上是不可逆的 我們剛剛有說 它是你體內剩下的卵子 發出的一個訊息 所以卵子被你吸收掉之後 就沒有辦法逆轉 所以AMH這個數值原則上 非常穩定 而且不可逆 不過啦 我知道有些人可以透過中醫調理 補充維他命之類的 達到小幅度的回升 再加上它本來可能就有 檢驗誤差的問題 但是要回升都是很小幅度 不可能回春 所以如果AMH降低就是身體發出不可逆的警訊 做動暖的這個過程中 你會打非常多荷爾蒙 目前沒有認為說這個療程會造成癌症 可是有些人可能會在這個過程中 造成卵巢過激反應 卵巢扭轉 變成卵巢要整個摘除 甚至會死掉的 所以它真的不是一個必要的事情 那我知道很多人想生小孩 但覺得不是現在的 就是想要拖一下 但又很擔心年紀大了 小孩子會有遺傳疾病 比方說糖氏症 年紀越大糖氏症的機率越高 不過其實世界上80%的糖氏症寶寶 媽媽的年齡都在35歲以下 這是因為年齡輕的人 可能會更輕忽一些檢查 而現在已經有非常多檢查方法 可以檢測出寶寶是不是有遺傳疾病 不過喔 染色體異常的比例 其實比你想像中的高 我們正常的染色體是兩條嘛 糖氏症跟一些遺傳疾病 會在某些地方變成三條 但是它是很常發生的現象 照年齡畫出來會是一個U字型 38歲的媽媽跟28歲的媽媽 其實發生的比例是幾乎一樣的 所以綜合下來 提早去動軟是一件好事 但不是每個人都有必要的 該怎麼做呢 我個人是覺得 你過了25歲之後 最好每一兩年去驗一下AMH 那過了30歲之後 最好每半年檢驗一次 因為這個數字可以掉得非常快 我這幾三 三歲驗的時候是3.9 非常正常 所以我就覺得非常的chill 我還有好幾年可以浪費 結果一年過後 我直接掉到1.3 理論上每年應該只會衰退零點幾 這個是斷癌式崩落 這個可能跟年齡有關係 但我覺得另一個可能因素是作息 在這段期間 我回台灣日夜顛倒工作了一個月 而且沒有辦法睡過夜 原本上要把睡眠拆成兩段 對身體其實真的是滿傷的 除非你很確定一輩子不要有孩子 不然AMH驗出來低於2 勸你立刻行動 看是要自然嘗試還是求助試玩意兒都可以 但數值低於1的話 就最好趕快開始跟醫生合作 我周遭很多朋友不確定要不要有小孩 我都會勸說你去驗驗看 也許驗完之後你就會想清楚了嗎 下一步 如果你已經決定動卵 醫生會問你要動卵還是動胚胎 通常會建議動胚胎 這是因為卵子的解凍大概只有90%的存活率 但是胚胎有95% 所以成功率是高一點的 再加上胚胎可以變品質 大家應該聽過動卵要盡量多動一點 這是因為試管嬰兒的過程中 卵子耗損非常快 不是每一個都可以變成胚胎 稱作IVF funnel 平均15到20個卵子才夠做一個嬰兒 如果你是動卵 因為不知道有多少卵子可以撐到最後一步 醫生就會讓你多抽一點 如果你的MH已經低於1 那你可能得抽個10次 花上一年才有辦法抽到20個卵子 這期間天天打荷爾蒙針 還有荷爾蒙的副作用 說實在會很辛苦 如果你是動胚胎 就可以測品質 因為胚胎是好幾個細胞 你可以切一點點去檢查 因為記得 卵的數量不重要 有幾個卵成功才重要 也許你只能抽到3個卵 但3個都成功發育成胚胎 那你抽一次就夠了 不用受那麼多苦也省很多錢 所以如果有穩定的伴侶 或是年紀比較大 卵子的質量很可能比較差的 醫生通常會建議動胚胎 但我會說 如果你沒有確定立刻要生的 動卵 因為等你要生的時候 你不一定是同一個老公 認真的 我周遭就有朋友 Ezacley是這樣 那再來是動卵期間要注意什麼 大家應該聽過要打荷爾蒙針吧 從肚子這邊打進去 打在脂肪成1天2針 那醫生會根據你的情況 決定要打多少荷爾蒙 有些人會有很劇烈的反應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也不是很痛 而且療程開始之前 多半會用避孕藥控制你的週期 幫助醫生推算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取卵 台灣醫生會開給你比較多的注意事項 美國醫生就比較隨便 這是因為 每個人的身體狀況 跟對藥物的反應 才是比重佔最大 所以我以下講的這些照護方法 你聽聽就好 首先是要保持健康的做起 多吃蛋白質蔬菜等營養的食物 再來你可以補充營養品 孕前維他命Q10 D3 這三個通常非常推薦 至於剩下的DHEA就要看狀況 因為吃了DHEA 雖然你的卵的量會增加 但是卵的質量會下降 所以除了孕期維他命跟Q10之外 剩下的保健品 最好都跟醫師評估之後再決定 最後就是要保持溫暖跟運動 這個真的很有趣 台灣的醫生都會叫你多運動 促進血液循環 子宮血流充足 營養夠 驅卵效果當然就會好 但美國的醫生會叫你不要運動 因為動卵的時候 你打非常多激素 卵巢會腫得很大 人類的卵巢呢 並不是一個很好固定者 他就是有點懸吊在那邊 當卵巢腫得非常大 你又劇烈運動的時候 卵巢發生扭轉就會壞死 這個時候沒有別的選擇 只能摘除 所以你一輩子就沒有辦法再有小孩了 我覺得這是跟文化有點關係 你跟台灣人講說多運動 他可能出去散步 你跟美國人講多運動 他可能會去參加BOOCAM 極限體能營之類的 那我自己呢 就是每天原地踏步 或是踩腳踏車 避免造成過多震動 你也可以用滑步機 但是不能做瑜伽 因為瑜伽這種上下顛倒的動作 對於暖潮扭轉的危險是比較高的 同時衣服穿暖 泡腳 或者在腹部這邊放暖暖包 保持保暖 一般推薦泡腳比泡澡好 因為泡澡會擔心說 體溫過高 可能對暖的發育反而不是那麼好 加上陰部有泡到水的話 可能會有細菌感染的問題 除此之外 戒酒戒咖啡因 因為酒會讓血液流到表面 降低子宮的血流 你受孕的機率就會降低 咖啡因跟茶呢 研究比較兩極 說好跟不好的人都有 但不管西醫還中醫 都會同意你減少咖啡因的攝取 會是一件好事 我這趟試管下來的經驗 就是覺得中醫對復刻條理 真的還是蠻有一套的 可能畢竟幾千年來都在追求指示 但是如果吃了一些比較寒涼的東西 就真的覺得肚子涼涼的 以前從來沒有這種感覺 蠻神奇的 最後就是進入取卵階段 記住這個時間是不固定的 你要一直不斷去回診 因為醫生必須觀察卵子發育的狀況 每個人卵子發育的速度都不一樣 醫生會希望取到最多個完整發育好的卵 所以每天回去看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你要做動卵或試管嬰兒 一定要留下兩三個禮拜 是可以一直不斷回醫院檢查的 那取卵的方法有一點可怕 它是從陰道那邊戳一根超音波進去 然後伸出兩根針 穿過你的陰道壁去卵巢把卵抓出來 光用聽的就非常痛 所以原理上是全麻 醫生的技巧的確會影響成功率 取完卵之後 因為卵巢的腹腫還沒降下來 這樣你有傷口 醫生通常是會建議 一到兩個禮拜不要運動好好養身體 如果你是動卵 到這一步就結束了 醫生會觀察卵的形狀 感覺說應該有幾個可以用 但如果你是動胚胎 取卵的那一刻 醫生就會立刻幫你受精 然後培養起來 看有幾個會發育 通常15到20個卵裡面 可能只會有4個成功發育為胚胎 兩個經濟正常 只夠做一個小孩 所以真的告訴大家 卵的數量沒那麼重要 質量可能更重要 當你有成功的胚胎之後呢 就是要決定要不要做基因檢測 許多人沒有辦法自然懷疑 是因為受精卵的基因不是整倍數 那他在這個過程中 可能就自己自然淘汰掉 沒有辦法長大 所以做基因檢測 可以淘汰掉不健康的胚胎 提高成功率 讓小孩子比較健康 通常會做兩個 一個是父母本身的基因檢測 只要你們兩個沒有帶緣一樣的疾病 那小孩原上就會健康 第二個就是整倍數 我們剛剛有說人的基因是兩條嘛 那像糖氏針之類的可能在某些位置是三條 所以整倍數檢測 PGTA 就是測這個胚胎的基因 是不是真的剛好是兩條 受精卵發育到第五天的時候 外面會有一圈保護的細胞 發展成胎盤之類的 而中間那一坨才是發展成小孩 那PGTA就是把外面這一圈細胞 取一點下來拿去化驗 就知道胚胎健不健康了 雖然知道基因送測是好事 但很多人會勸你不要做PGTA 因為它本身並不是絕對純確的 大概有5%的誤差率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 可能會造成胚胎受損 大概有5%的胚胎會因此無法使用 所以如果你本身非常年輕 或者是胚胎素非常非常少的 醫生可能會勸你乾脆不要做 直接植入 因為這樣的成功率更大 植入了之後 你還是可以靠產檢之類的 檢測出小孩子有沒有異常 所以PGTA真的不是必要的 另外PGTA有可能驗出來不確定 不確定的意思就是說 它的細胞大部分是好的 但有一點點不太正常 所以它不確定 PGTA的另一個好處 是可以知道性別 在美國是可以知道的 你可以決定要植入哪個性別的寶寶 但在台灣不行 可能是因為台灣比較重男輕女 政府擔心說 讓你知道性別之後 大家可能都選男生吧 那因為做了PGTA 還是沒有辦法知道 寶寶是不是百分百健康 所以台灣會建議 34歲以上的產婦 應該要做羊膜穿刺 這才是能夠檢測寶寶健康最準確的方法 但是羊膜穿刺有風險 它可能會造成小孩子畸形 甚至會流產 所以在美國其實很少人做 美國通常是先驗血 如果驗血出來的結果 顯示寶寶有高機率有遺傳疾病 才會建議你去做羊膜穿刺 特別是如果你已經做的PGTA 已經驗了血 感覺都是正常的 通常很少人就會再做羊膜穿刺了 因為這個流產的機率的確會增加 如果你要做基因檢測 胚胎一定要先動起來 等到檢測結果出來之後才能夠決定植入 如果不做基因檢測 就可以新鮮的植入 一個月你就可以做完取卵跟植入兩個動作 但是現在普遍建議先動起來 因為在做取卵的這個過程中 媽媽打了非常多荷爾蒙 整個生育系統是有點破機反應的 如果先把胚胎動起來 雖然胚胎本身的健康可能受損 但媽媽的健康會因此變好 所以成功率反而會提升 那最後一步就是植入啦 其實現在生殖醫學已經很發達了 胚胎解凍之後存活有95% 但是植入的成功率一直都只有50%左右 所以台灣的醫生通常會一次植入兩個胚胎 這樣成功率會提升 但美國的生殖法現在規定一次只能夠植入一個 因為對那個單一胚胎而言 你植入兩個其實機率反而會降低 所以美國通常建議植入一個 你確定不是他只是想要植兩次賺兩波嗎 我的確有這樣懷疑啦 因為失敗之後你就得花錢再做一次 不過這一步呢 也是植醫生的手巧不巧差非常多 所以如果要做四款嬰兒 一定要找成功率高的醫院 植入之前是真的蠻辛苦啊 除了每天吃雌激素之外呢 兩邊屁股還要打枕 打黃體素 我個人對黃體素有那個孕吐反應 所以就是每天非常非常不舒服 打到兩邊屁股都是瘀青 植入的手術其實非常快 醫生會用超音波檢查你子宮的狀況 然後用一根管子把胚胎推進去 整個手術大概十幾分鐘就解決了 完全不用麻醉 真的很快 植入之後十天就可以驗血 確定有沒有懷孕 那這十天裡面的養護呢 原本上就是當自己是孕婦啦 以時注意不要喝酒 減少茶跟咖啡因 然後不能劇烈運動 劇烈運動會干擾著床 所以通常醫生會勸你不要運動 但是如果你一直躺著 血液循環不好也很難著床 最好的呢就是多走路啊 做一些輕度的瑜伽之類的 幫助循環 但是不要劇烈 還有最重要的 保持心情愉快 心情輕不輕鬆啊 真的會影響試管嬰兒的成功率 為此很多人會在植入前去做針灸跟按摩 這個是有效的 可以提供成功率20%到30% 平均成功率才50% 針灸跟按摩可以提高2-30% 不覺得很誇張嗎 雖然知道這個消息啊 但是有點不知道去哪裡做 美國的醫療人員 有時候真的很像NPC 你知道嗎 你要問對問題 他才會給你答案 我覺得還是老話一句 多失敗幾次 多賺幾趟 Anyway 如果你要做針灸或按摩 我通常會建議植入前4個禮拜都去做 最後一個禮拜呢 多做一點 因為植入之後 刺激到穴道 或是按到你很痛 你可能就會公縮 那小孩子反而會流掉 所以除非是很信任的 專職的 升職醫學的治療師 不然針灸跟按摩 都只能做到植入前 植入胚胎之後是不能做的 畢竟針灸跟按摩 都是非常便宜 也沒有什麼風險的事情 所以即使是西醫也會勸你 不如就多去做做 反正你沒有損失 最後我們講一下價格 最貴的其實是抽卵動卵的這一步 含上藥品在台灣動卵 價格大概是12萬到15萬台幣 在美國大概是2萬美元 也就是60萬台幣 有沒有覺得在台灣做很划算 如果是試管嬰兒 因為還有植入這個步驟 台灣大概是15到25萬台幣 美國則大概75萬80萬台幣左右 而且台灣政府還有補助試管嬰兒 所以回台灣做真的很划算 我周遭有一些朋友是會從美國特地回台灣做的 不只是為了補助 主要是因為台灣的醫生可能真的手比較巧 有一些醫院的成功率非常高 我自己評估之後是覺得 我沒有辦法在台灣日夜顛倒一個月做這種療程 所以我最後還是在美國做 而且我們公司有補助啊 美國多數的科技公司都有補助生育 有一些人認為這是為了讓員工晚點生小孩啊 努力幫公司賣乾之後再去生 我自己是覺得是一個很不錯的福利啦 我們公司呢 每個人都有4萬美元的醫療補助 加上2萬美元的藥品 所以我跟常進人加起來 就有8萬美元的醫療補助 跟4萬美元的藥品 大概可以做個三次還是免費的 不過啊 美國的醫療保險真的是很複雜 如果我要用常進人的保險 我必須取消我自己的醫療保險 把我掛在他的保險上 才能夠用他的福利 比方最重要的藥品 我自己掏錢買大概是6000美元 但是透過保險就是2萬美元 直接把我所有的額度用掉 福報三倍以上 好 但我們今天說結論的地方了 今天就想要告訴大家 需要做動軟或者試玩硬兒的人 真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希望今天這個影片呢 可以給你一點幫助 如果你在這個療程中覺得很寂寞 要記得 世界上其實有6分之1的夫妻 真的都有博訓真的問題 你不是唯一一個 只是可能大家通常不會去分享這方面的內容 我覺得什麼時候生小孩是很看個人的選擇吧 年輕的時候生小孩子比較容易健康 你也會比較有體力 也比較容易 但是年紀大一點生呢 通常你會比較有錢 所以對小孩的培育啊 人格的培養 研究統計上都會比較好 最後就是台灣的生殖法真的很落後 我真的希望台灣生殖法趕快改一改 台灣現在女生要用自己的卵子 還得經過老公同意 一定要是一個異性配偶哦 同性配偶不行 自己也不能用 為什麼女生用自己的卵子 需要一個男人的同意 我真的覺得這很不可思議 那喜歡這影片嗎 訂閱我們的頻道 幫我們按讚分享 隔邊鼓勵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